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从我成军大概20年嘛 所以这一个组合大概也十年了 我们五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小黑应该主要是在录很多台北的团 小卷在做蛮多中南部的团 那丹尼大部分的时间应该就是在经营The Ball 这个音乐教室 这球音乐教室 然后Doris他主要现在应该是在筹备一些 我们本来一起在做的一些音乐事业的事情 我现在就在选拒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 大概都跟音乐有关嘛 只要我一个人做我跟音乐完全无关 丹尼其实在一开始加入乐团的时候 他还 他把我们当大哥哥大姐姐 不知道这个啊 那个很好的大姐姐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他怎么跟在那里啊 后来丹尼他在自己的音乐教室的那个事业上面 蛮成功的 我们都笑称说他是金头脑 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去办活动啊 或者怎么弄乐团啊 或是就其他事业上面 我们就都会问他一件 小黑是在团内应该最像一个Rocker的人 小黑就是 小黑就是一个Rocker 你在台湾看到真正的Rocker就是他 他例如说他看那个电视他看不爽啊 他直接就想把电视砸的那一种 但是小黑就是我最好的创作的伙伴 我写出什么东西他很快就可以跟上 那小卷他的优点是他 他老实说他还蛮贼心的啦 我觉得 小卷他是很任劳任务的啦 我觉得他的团内就是很任劳任务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在团在出去巡回的时候 可能就是不需要计时 或者是需要有人安排 就是一些比如说Line Check 或者是Sound Check的时候 那通常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 比较啊那个 我先穿好衣服 我不想走出去 我先穿好衣服 没关系我戴面具我去这样 反正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戴面具 然后上台去做每件PA会做的事情 因为他现在在做 他也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就会去弥补 大家爱面子那一面 那Doris他是一个很 他就很专业的角色 但是因为有他当团长 所以他对整个閃琳的一个状况 都很能够掌握 因为他很敏感 所以他每个环节 他都会输入到 非常有领导能力的女性 很厉害 重要的决定都是他在做 真的还蛮酷的 所以Freddy每次都 巡回喝醉的时候 都会讲一句 好幸运有你这些团圆啊 一直重复 疯狂 这十年来 你看过旁边 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团 他分分合合 我们真的是 没碰到过这种事 对啊十年了 好像很顺 因为对散民来讲 五个团圆都已经满像家人 我知道他们都很支持我参选 但是都有一种前途渺茫的感觉 就是如果选上了的话 到底新专辑还会透多久 当初团圆是还蛮焦虑的 因为是身为团长嘛 所以一方面也要复得安抚军心 其实他的人生会有点辛苦 后来又想一下他理想 他就想要为台湾做一些改变 所以就支持他 所以这家伙果然是只要做什么都很聪明 而且一定有办法做到他想要做 我团就是一直在突破各种事情 不管是不是金属团 就是台湾的团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都我们在做 我们先做 巡回也巡了 不插电也做了 各种什么武打MV也都拍了 就是各种奇怪的事都坐进之后 那最后就是要来一场超级大型的演唱会 会来证明我们是值得乐迷这么的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上一次办大的演唱会 自己主场这样子办 大概已经三年了 2012也是 过去三年来 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跟歌迷之间的关系 就是过去三年来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运动的场合 在街头 三一八的在立法院 在行政院 一直到最近的 凡黑箱客港 你们做的 我当年有想特别的事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在这些运动的场合 那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整个台湾都希望改变 真的是有点像是把大家 这两三年来 大家在这个运动 街头社会 网路上面 各式各样对台湾的关心 一次再用音乐的方法呈现给大家 这个是让我觉得 办这一场演唱会很有意义的地方 对我们团人来讲 当然举办这样子的演唱会 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想过很多地方 还是挑中正庙感觉 最有一个挑战性 中正庙 一定会有一些原因 可是他真正怎么想 其实我是不太知道 我只觉得很帅 如果是一个广场 全部人一起撒泥 那很帅 从前面到后面 路有点少了 我这个大概职业病吧 反射动作第一个想到的是 那边场地有多大 舞台要搭多大 要怎么样子 大家也知道说 我们的歌曲里面 一直以来都在讲 就是要对抗压迫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 最具有威权的一个场域里面 去展现这样的东西 是最喜欢的 我们这一次希望的 这个演唱会的规模 就是像在国外的 Metal Festival 他们该有的那个规模 因为这几年来我们 有很多合作的对象 不管是像裁缝 服乐团 或是说像是一种民谣的呈现方法 我们都希望可以重录到这一整个大的演唱会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场演唱会里面 也会加一些不插电的桥段 这一次 跟以前不一样 当然就是这一场免费的 这可以吗 没有 可以啊 因为想要办得更大一点 表演看起来很浩大 很震撼 我们又添马神空加了很多 微裸的东西 结果超标 麻烦各位了 再多多少一点 多按几下 不知道也让团长烦恼好了 台湾乐迷让我感觉是 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是很扎实的 不只喜欢我们的音乐 他也对我们在做的事情 不管是音乐上 或非音乐上面这些事情 都有所了解 也许我们感动人的 对台湾人来讲 我们感动的不只是音乐吧 还有音乐背后我们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跟以前一样 对比的信心呢 那这一场12月26号的演唱会 就是我们要证明 音乐可以凝聚大家的力量 而且全力促成改变的一场演唱会 每一个人都不能错过 要证明 by bwd6